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橫根 旋差萬里的封沙 打破千年不變的神話 一场呼啸 苍穹的腐杀 一面诗学 一面独间 一步一步 踏破纸面和剑 复生逃逃 心变萧萧 江湖南河 风里风波 一只剑桥 命运足晓 天地引熬 谁说繁星 不见恶恶 运河细遥 温兴难了 魂醉不啸 四生人了 温柔京城 七脉会武 我总觉得是有什么联系 可是不是那只熟人 少侠不要着急 我听师弟曾经说过 那夜偷袭他的人 使用的仿佛是 引动的天际玄雷 玄雷 九天玄唱 化为神雷 惶惶天威 一箭隐之 是神剑御雷真诀 鬼派中还有谁 会这招剑术 除了陆师姐 就是首座 或者掌门 糟了 我必须回去 少侠留步 关键 我需要再招待 练习 封面 去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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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必须回去 千睸 告辞了 多谢张少侠 向导带熊 世兄 隽岳师妹 向来痛恨魔教 她既饿如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我现在在青云门中 再无说话的机会 师弟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提醒他 间隙就潜伏在青云门中 一定要万分小心 好 其实现在道玄怎么想 我心里清楚得很 仪仗着朱仙剑 那魔教肯定是煞鱼而归 但话说回来 师兄啊 我现在最为担心的 最怕的 就是当年的悲剧 再一次重演了 是 我 在哪里 在哪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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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我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想当初掌握炼血塘 这条线的时候 我真是十分的惊讶 千算万算 怎么也没有想到 潜伏在青云门的人 居然是你 等我一统正教 魔教以后 一定会给你所得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我帮了你们这么多事 我并不是想要 你们的什么回报 那你想要什么 本尊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这人世间最邪恶的 并不是什么魔教 也不是什么杀人的戾气 而是那残忍而猜不透的人心 没错 我听说当初你本有机会 可以隐姓埋名 离开青云 回到炼血塘 但是你没有 我有时候就在想 可能你正是因为那个人 才愿意始终留在我们这边的 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 总会是有些感情的 那接下来的事情 就麻烦你了 爹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一枚棋子而已 恐怕他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 那张小凡呢 你把他当棋子吗 碧瑶啊 怎么我每次见你 你总是三句话不离那小子 我本来想带他走的 可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难道你还希望他回到青云 等着爹打过去不成 你们这一战事成事败 我不想管 我只希望 小凡能够平安无事 那你就不希望爹也平安无事吗 我自然希望爹平安 所以我会听从爹的一切安排 承担起一个总坛弟子 鬼王宗少主的责任 但此战是爹先挑起来的 来日不知道牺牲多少人的性命 我们的 他们的 但愿日后爹不会后悔 爹这辈子除了没有照顾好你母亲之外 并无后悔之事 下即使 下即使 perdre 以后 后 YOU 你 再 写 你 你 编 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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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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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当初为师收你进入我的门下 就是因为觉得你天赋异禀 根骨起家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今天你就毁在 你的这股聪明劲上 这不是真的 师父 你告诉我 你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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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么做 锦鱼 你还太年轻 你还不知道 这世上的邪恶有多少 师父 你已经是龙守峰的首座了 你还要投身魔教 去做他们的奸细吗 这么多年里 你教会了我武功 教会了我做人 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 何为真 何为假 要是我连为师自己 都分不清了 来 你跟我过来 这是朱仙剑 不错 这就是尚无其剑 朱仙剑 清云的镇派之宝 欲神杀人 欲仙朱仙 我本来 是炼血堂的一名 普普通通的弟子 炼血堂派我潜入清云 就是为了要窃取这一把 曾经取走无数正魔两派 弟子性命的 天下第一邪剑 邪剑 这不是镇派之宝吗 你以为镇派之宝 就应该是高高在上 正气凛然的圣物吗 恰恰相反 在这一把 朱仙剑现世的时候 他可曾在乎过 那些所谓名门正派弟子的性命吗 当年的正魔大战之后 魔教从此衰败 炼血堂也开始一蹶不振 本来 我可以留在清云门中 继续做我的首作 只要我借住清云门之手 除掉炼血堂这些余孽 那么天下 就再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 师父 迷途知返 尚可从头再来 你现在回首 还来得及 迷途知返 哪条路是迷途 哪条路能让我们回返 正魔大战之后 你知道 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吗 我和道玄共同的师父 天成子 他请出了朱仙剑 摆裂了剑阵 他心性大 大变 内心充满了力气 他竟然 连自己门内的弟子 都开始诛杀 不可能 这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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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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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在哪里 他一定不会希望 你变成一个奸细的 师父 醒醒吧 该不会就是他 不错 那一天我怒火难以抑制 我看到了他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 天地之间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对我又如何 我只知道 道玄他认为对的事情 他可以牺牲掉 所有人的性命 也包括张小凡和你的 天成子死后 道玄顺理成章地 接任了掌门之位 而炼谢堂 也还掌握着我的线索 我知道 终究会有一天 我会失去这一切 避火天兵湖的那一战 炼谢堂全军覆没 师父 你 那天 我会失去这一天 我们以后 这一天 我会再放假 对 我会等到我 你们 别existing 怎么办 这一天 都能救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现在要说 洞上杀人的不是我 你会相信师父吗 不 不是你 那又是谁 你告诉我 那是谁 正派中人 心怀天下苍生 你别忘了 那天夜里除了你 除了我 除了张小凡以外 还有谁啊 还有那个貌似救你的人 那个天鹰阁的普质 他为什么要下这个手 时至今时今日 我还有什么理由要去骗你 如果真的是我杀的 我现在把他承认下来 又有何妨 草苗灭村一案 现如今想起来唯一的可能 就是这个普质洞的手 爬 你会不会造成这样的 说成这样的人 你会不会造成这样的 你会不会造成这样的 那这些人 就是你们的 就在这儿 有什么意外 有什么意外 是有什么意外 如果是有什么意外 就说得不合理 你 世间本无正无 只有善恶 你已陷入执念之中 我不会投降于你 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在这儿给我好好想想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必须做个决定 你说 他们会怎么对他 张小凡既然已经下了决定 就自然会料到将来要面对的后果 碧瑶 你不要太担心了 很多事情也是无法改变的 是啊 无论是小凡 还是我爹 那我爹呢 你爹正在和刚进和阳的 万毒门的老怪物 共同商议 如何分别进攻青云吧 毒神也来了 何止是他呀 还有长生堂的玉阳子 也赶过来了 还有和欢派的荆平儿 这一次我们总舵的四大门派 总算是聚起了 我知道 爹已经把鬼王宗的主要战力 都调到了青云山附近 若这三位门主也来的话 那他们门下的高手 也必定会跟来 那岂不是 我们几大派的主要实力 都集中到了这里 没错 多亏你爹运筹帷幄 极力促成 才让我总舵诸派 百年来第一次不计前嫌 共商大计 这么说 那这一阵 终不可避免了 碧瑶 我们能否一学 百年前奇耻大辱 便在此一战 我们不可错失良机 圣殿一别 也是许久为鉴 老哥身体可好啊 上回余都失守 万都门损兵折将 我也险些 被小卫们折了性命 怎么 领千金没有告诉老弟吗 碧瑶少不耕士 又为之是同派前辈亲临 得罪之处 还望老哥见谅 莫要与小孩子计较 不许可好 领缘将我苦心圈养多年的要人 一举歼灭 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我是老喽 不中用了 老哥过谦了 谁不知你是德高望重 智谋过人 余都之事 相比也是一时疏忽大义而已 眼下四大派伐联手 还只望老哥能主持大局 依稀青云大败圣殿被辱之启齿 不行 不行 我已是 封竹残年之趣了 又是重伤未愈 实在是有心无力 只是微攻青云 万毒们自然不能落于人后 否则也对不起 总舵的列祖列宗 至于主持大局的位置 老弟你雄才大略 在我看来 除了你以外 也没有别人有这个担当了 老哥过奖了 只是眼下行事非常 欲扬紫卫道 何欢派金平儿 又是女流之辈 总得要有人统领布置 我不过是暂待盟主之之 放心 老弟尽管安排 我万毒门听命就是 青云三派会审张小凡 必然会疏于防范 等玉阳子到了之后 我们趁着青云不备 攻他可措手不及 还是老弟心思缜密 多谋善断 五言哪 以后你可要好好地 向鬼王宗主多多谴教啊 是 师父 老哥稍事休息 我到外面去看看 弟子准备得如何 一策万全 好 这鬼狐狸的城府 是越来越深了 你们以后 一定要小心一点 知道了 师父 五言 我命你去抢夺天书 你倒是好 竟然跟鬼王 结起盟来了 师父 伤心花法宝认住 弟子实在难以打开 便想借结盟为由 令鬼王妇女放下戒心 再次机查出天书 与鬼王宗虚实 弟子尽心尽力 为师父办事 还望师父明察 若是你那几个 不成器的师兄 有你这份心计和资质 我万毒门 也不至于落于人后 你起来吧 师父 师兄们 也都是在尽心尽力 给师父办事 对了 师父 此次攻打青云 我们真的要听命 与鬼王吗 青云三派 是这么好对付的吗 这次 就让他住世一回 是 这个老家伙 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数百年前 我们鬼王宗与万毒门 殊死斗争之时 老怪物是最凶狠冲动的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就算在一百年前 与青雲那场大战 消磨了他不少锐气 也是一样 他这不是消磨锐气 而是韬光养晦 坐等渔翁之力 既是如此 我们不如将这渔翁 置于朕前 眼下的总谈 万毒门的实力 仅次于我鬼王宗 就让他们去打头阵吧 宗主 青雲三派会审 众目睽睽之下 那人真的能一击比重吗 这就要看道轩 是怎么处置张小凡的了 一百年了 传眼间又是百年哪 郭宗主 终于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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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刘伯山一事之后 本门应成各位同道 是非屈指定要给出一个交代 今日我三派共同会审 亦是为了解决此事 在此我清云绝不认思 好 那我们就一点一点地来 先从张小凡 先从张小凡入门说起 我只要是非屈指定要给出一个交代 我看未必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小凡 第四散 先前所述可有不识 未有不识 今日殿上坐着的这些前辈 都是我们正道中的高人 有 天音阁的普空大师 还有焚香谷的上官策先生 是 目标 我以为是 好 大熊 我以为是 赵方 我以为是 赵方 我以为是 一般 很明显 很明显 Mental 看 他 好 这法宝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魔教练血堂 黑心老人的法宝 嗜血珠 果不起然 起初我就看这法宝有意 只是用尽了办法 都没有查出什么端倪 这嗜血珠在你身上 难道你没有感觉 有什么不妥吗 这珠子你是从何而来 掌门师伯见谅 弟子不能输 老七 一年成执着 沧海变荒漠 轮回中 我像飞鸟鸟 我像飞鸟经过 记忆中听我 天已站住我 哪位光 能否照亮寂寞 听雨声地 看花开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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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昨日怎么只剩闻过 看花开极头 看昨日怎么只剩闻过 我uj都只剩闻过 我们的心声地不配 不肝尽 搜尾 遗尾尸 带顺尸 我醉在 监视中 梦笔梦 难化你我 留爱 不要太多 情开一朵 爱难领没 用我一生 陪你挥霍 收到红星都坠落 一分情烧了火 一颗心烧了火 谁为谁是魂落魄 谁是魂落魄 时光比我 难化你我 留爱 不要太多 情开一朵 爱难领没 用我一生 陪你挥霍 收到红星都坠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